大家好,歡迎來到聖經徵讀 接下來我們會看使徒的書信,或者叫普通的書信 我們之前就已經看了保羅的書信 前面這一大部分 然後另一條柱就是普通的書信 我們接下來就是看這個普通的書信 我們繼續復述之前 我們從公元50年打號開始 有第一次宣教 到公元50年開始就有第二次宣教 第三次宣教,到公元60年 保羅被人軟禁,保羅獲釋 然後出發去西班牙 回來的時候就在羅馬被捕 寫了提摩太后書 寫了遺書 同樣的時期,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在公元60至62年左右 當保羅在羅馬被軟禁的時候 彼得前往北加拉泰 當保羅獲釋的時候,彼得也前往羅馬 當保羅離開羅馬出發西班牙的時候 有可能彼得交接了寶羅的工作 對羅馬教會寫了這封彼得的前書 到後來到尼六王 有些問題的時候 彼得就是羅馬被捕 同時也寫了彼得後書 就是彼得的遺書 彼得後書說的內容就是 面對異端、假先知 內容是一致的,只是地點不一樣 一個是羅馬,一個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的這一邊 這個猶大就是耶穌的兄弟 也是雅各的兄弟 那是誰的雅各? 就是耶路撒冷教會的雅各 雅各書的雅各 這個猶大就是雅各的弟弟 耶穌有四個兄弟 雅各、約西、西門和猶大 耶路撒冷教會的第一任主教 是公義者雅各 公元62年 耶路撒冷大祭司阿拿 召集猶太的公會 審問雅各 以違反猶太律法為理由 就以亂石扔死之刑 判處雅各 之後又將他從聖殿頂上扔下來 那下面有人忍不住 見到他這麼辛苦 才用棍把他打死 那當於雅各死之前 就說他們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就是和耶穌一樣 在雅各死後 耶路撒冷教會 會由他的兄弟西門來繼承 之後分別是西門和約西 根據中世紀的傳說 第三任的耶路撒冷主教 是世名約西的巴拿巴 但是也有可能是耶穌的血親 耶穌家族的聖券 也就是耶穌的兄弟約西 猶大書的作者 也自稱為雅各的兄弟 如果這邊的雅各 是指耶穌的兄弟雅各 在西門寫了之後 接替他成為耶路撒冷教會的領導人 也就是猶大 好 其實現在我們去到哪個程度呢 我們可以在影片上找的 但我不會在那裏播了 這裏是比德前書 大約是公元六左右 這裏也有保羅在羅馬獄中 有提摩太后書 異端的挑戰 包括就是有 比德後書和猶大書 接著這裏也有其他影片 多面 暴君尼陸和尼陸 懲罰基督圖 好了 這一節到這裏 待會再繼續